这里是领约热内卢马拉卡纳足球场 号称全世界最大的足球场 但是如果来到屋顶 上方铺设的就是太阳能光电板 总共铺设了2380平方公尺 号称可以产出500万兆瓦的电力 由于世界倍足球赛即将开打 当大量游客跟球迷大量涌进巴西 势必遇到电力短缺的问题 所以政府积极安抚民众焦虑的情绪 表示电力一定会顺利供应 市足赛绝对不可能因此中断 政府官员信心喊话但是民众还是无法安心 因为看看巴西的中西部跟东南部几个水库 储水区的水位都已经降到危险的低水位 水力发电系统其实供应了全巴西三分之二的电力 但是现在根本不下雨 让巴西面临缺水缺电的危机 更令人担心的就是情况没有改善 市足赛却已经要开打了 巴西各地已经开始限电 这会是会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担心的灵状 如果我们在灵状上 如果不灵状上 如果不灵状上 我们在灵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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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不灵状上 可能会有问题 可能会有问题 在灵状上 在灵状上 继续上 继续上 整天灵状上 垃圾所 在灵状上 所以我们在灵状上 可能会有效力的灵状上 目前的干旱是巴西历史上最严重的干旱之一 水利发电厂的水位已经降到低点 被迫使用昂贵的核能发电跟石化发电 不论是国际足球总会FIFA还是球迷 都不希望看到断电的情况发生 但其实巴西政府早就预期到这一点 早在2010年8月26号 巴西当年的总统鲁拉就批准了这个计划 要在原住民族地区所在的新骨壳流域 新建贝罗蒙特水坝 画面中是利用电脑影像模拟的贝罗蒙特水利发电大坝工程预定样貌 这项工程高达130亿美元 水利发电设施的功率高达1万1000多瓦 比台湾现有的三家核电厂的功率加起来 还要高出几乎一倍 不过尽管可以产生大量的电力 但是大坝工程将会导致新骨河流域500平方公里的土地 将从此淹没在水中 造成至少2万名原住民族人被迫搬迁 原住民族反对这项计划已经不是第一次 从2010年开始就多次反对 认为政府不能以进步开发为民意 就要原住民族离开土地 更不应该为了举办2014年的世界杯足球赛 或2016年的奥运会 就要原住民族失去赖以为生的生存环境 这边的运务就是要 triplicar quadruplicar这种地区的地区 这种地区的地区 后的建设会变成了土地 他们必须使用 必须破坏的土地 为生存的食物 为了提供都会区的人民使用电力 为了举办世界杯或奥运会 而要求原住民族迁离千百年来生存的土地 这是令当地的原住民族人无法接受的 世界级的比赛即将开打 原住民族人的呐喊 渴望被全世界听见 记者ブラシ カロ ジャニバータ